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雷一纯姊妹的见证 我听了也是非常感动 就是说一对夫妻从国内到美国来有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实在是我们生活都是长长久久 每天都需要神的导引 神的祝福 所以夫妻之间有爱 那我们今天来谈谈爱 不知道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家庭有小孩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教导小孩也不容易 父母亲对他很爱 但是小孩在十几岁 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悖逆的行为 不晓得各位姊妹弟兄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爱的方式来诱导他 中国话以前讲说言父慈母 那么到底是怎么做呢 才能够有一个立竿见影 然后有一个果效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我们所谓的爱 爱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看神在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 就像雷伦他指面所说的 你两个人在不管怎么样的环境长大 要找一个共同点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结婚以后在神的祝福之下 尊主为大就成为三角关系 你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旗见 不同的争论 都可以在主的面前互相来检讨 来推让 所以我们就看看谈爱 首先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子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满怀欣喜的到你的殿来敬拜你 求主真是让我们有怀着 真实跟敬虔的心来敬拜神 我们在这里所讲所谈的 求主来从天上来试下你的话语 祝我们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你的降导 成为我们一生立身主事的榜样 的标杆 求主来祝福以下的时间 求圣灵来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所说所传的 能够明明白白的把主你的教导 来让我们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通过了解 能够来遵守 来造就我们 我们现在感谢赞美 我完全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保贵得胜的名求 阿们 那我们现在看看 爱 我们讲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我们就是很公开 我们会收一人讲 大家来参与 你觉得爱 照你的意思来讲 什么解释 什么叫爱 奥斯巴尔包容 那爱是什么 爱是恩典 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 都是很好的说词 那么有没有说 爱 有一种 有没有那种感觉 爱好像是 你为了对方宁可退让 你为了对方 能够把对方的利益 把在你的利益之上 有没有这种感觉 什么爱 我爱你 我爱我的儿女 我愿意 努力地做工 赚到的钱 来为他们的前程 摆上 就是把他们的利益 摆在我自己的利益之上 也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你遇到儿女不顺效的时候 你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我对他这么好 他怎么不相等的对应我 所以一些人都会感到一些挫折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在圣经里面 爱是怎么说的 我们首先来看 哥林多前书 这个是 我看看 这个是我们在讲 今天传讲主的信息之前 传讲主的信息 今天是我们分享信息的主要大纲 开始我们从导言开始 然后再谈谈神的爱 然后再看看 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爱 然后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 然后我们在知道神的爱之后 如何将爱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之上 然后爱运用到我们的教会之中 然后我们自己来反省自己 然后看看有什么分享 我自己有一些分享 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结论 这是我们讲到 就是分享主信息的一个流程 就一个大纲 那什么是爱 我们需要神的爱吗 当然从社会使命的分享 我们都很需要 父亲之间的爱 兄弟姐妹之间的爱 还有重要的神的爱 那么爱在圣经里面 从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到第5节 这一前半段有提到 爱是什么 我们请 这样好了 我们台下跟台上 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 我念第4节 那第5节就请台下 弟兄姐妹来念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那请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好 谢谢 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个圣经的叙述里面 他把爱就讲到一个 比较明确的定义 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 恒久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知道吧 恒久不是一时之间 有长久性的忍耐 那么又有恩词 又有不嫉妒这个叙述 不自夸 不张狂 有这些表现在你 我们身上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爱的表现 爱的表现 那弟兄姐妹念 说不做害羞的事 其实上它是讲 是对别人 英文这边是讲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就是对别人 不尊重 不尊敬 就是你好像 偷偷貌貌 所以讲的是害羞的事 那不轻易发怒 这不认为很多人 就是脾气不一样 有人是暴脾气 有人性格别温和 但是不管如何呢 我们就不要轻易动怒 然后不计算人的恶 这讲的都是很明显易懂的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 在同一章 哥伦多前书第十三章 从第六到第八节 接下来叙述 那这样子 我们有一二三节 这样好吧 弟兄念一节 第六节 姊妹地念第七节 然后大家念第八节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 弟兄开始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姊妹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这很多凡事凡事凡事 所以这个包容万象 很多事情都是什么 信 望 爱 相信 包容 然后爱 最后就是爱永不止息 就是说你不是说 今天只有爱 明天就没有爱 你对你儿子 你的孩 你不会说 今天你是我儿子 明天就不是 爱永不止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圣经里面 谈到有关爱的叙述 爱的叙述 那么既然圣经有提到 这个爱的叙述 那么跟神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到底圣经里面提到 有关神提到的 有关爱的 这个关联是在哪里 我们往下 有一部分圣经 我们可以从这边了解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教里面的一个真理 那么这一章节是在 出自约翰一书 第四章第八节 那么请各位弟兄姐妹 一起来念好了 我们一起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就是神就是爱 就是一个爱的宗教 不是一个仇恨的宗教 所以你听到很多 过去的历史 有的是什么 一手拿着可难经 一手拿着刀 所以我们不是用这种 半胁迫 半视力的方式来传讲 这个基督教的道理 而是什么 而是说爱 所以很多都到教会来 为什么也会到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生命和灵狼堂来 因为我们配开不讲 所办身份的问题 因为是什么 不只是个教会 为什么我喜欢到某某教会去 因为你会感到什么 爱 为什么我们在小组里面 在家庭聚会里面 你会喜欢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你感觉到爱 什么爱 你得到你的小组的同伴 提供你的帮助 你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愿意来帮助你 那就是个爱的表现 所以你觉得到教会很温暖 你不希望到一个教会是冷冷冰冰的 好像崇拜以后回去例行公事 我们不希望这样 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 融合的大家庭 你关切我 我关切你 很多教会是这样子 为什么有人喜欢那个教会 他讲什么爱 什么叫爱 因为他到那边感觉到很温暖 很温馨 喜欢再回去 这为什么有时候教会 要借着细胞小组 来诱导很多人 然后归入主的名下 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 比较什么 比较轻松 比较不严肃 而且人之间可以交谈 而且比较能够敞开心门来 说实话 那你得到帮助 比如你刚到美国来 怎么样去办什么银行户头 怎么样去办小孩子入学 有的教会的帮助 我可以帮你 怎么样去申请这种社会福利 这个是我们切身的需要 然后你的生病 我们今天也听到 国内一个姊妹 她的父母亲得到癌症 教会她祷告 称托 这个都是爱的关怀 你会觉得在教会 你是宝贝 你是宝贝 所以你喜欢到教会来 这就是说神的爱 所以基督教强调的是爱 而不是强调的是其他的方式 就是关注 神就是爱 那神 基督教我们谈到 神跟爱的关系 神就是爱 第二个我们再看看 这是非常 就是说 很常常听到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因为你在街道上 或者在佛拉逊 或者各个地方 你到有时候 所以超市什么地方 门口都有一个 很多人步道 步道常常会提到这个什么 章节 请大家来念一下这个章节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章节 第三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不知道大家听过 在旧约圣经里面 神曾要求亚伯拉罕 献上他的儿子 听过这个故事吧 所以就是说 这个神在试探亚伯拉罕 就是说你一个儿子以杀 我需要你要献上 献祭 那你想一想 假定今天有一个人要求你 哎呀 我儿子患罪杀人吧 那你儿子跟我儿子 也在同一个现场嘛 那么可不可以你儿子 来代替我儿子来出庭受审 免得我儿子行责 你愿意这样做吗 不愿意吗 大家都不太理 但是神是把他 唯一独生的儿子 我们算是所谓耶稣基督 为了神救赎我们 那这个当然就是提到 很多初信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耶稣来救我们 因为在我们的始祖 亚当夏娃就患了一个原罪 不听神教导的原罪 所以患了罪以后 那神是怜悯又公义的神 公义就是说 你患罪就要有代价 要惩罚 患罪的代价就要流血死亡 那神因为不要人类流血死亡 宁可把他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来牺牲 当作挽回祭 什么叫挽回祭呢 就是说 无罪的耶稣基督 上十字架 流血舍命 把这个代价 来换回我们有罪的人类 使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袍 神看我们 认为是无罪 愿意神跟人和好 所以我们就成为 变成什么 变成天父的儿子 我们常常讲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父就是 在天上的父亲 我们肉身的父亲在地上 阿爸父神 就是他是我们的父亲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死 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 罪得数 然后得到救恩的一个道理 那得到救恩以后 我们未来的就是希望 有灵魂永生 肉身会死亡 灵魂会继续长存 这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基督教的教义 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就是神跟爱的关系 在这里就是 很明显地彰显出来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神跟爱还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个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就是在 当初代教会 在耶稣离开人间 到天上以后 他的十二个使徒 在当初开始创造教会 有些大使徒 就是彼得 他也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 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四节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不偏待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对所有的我们 所有的人类 一样的都是平等的 不偏待某一个人 我不特别偏待哪一位弟兄 不偏待神 不偏待哪一位姊妹 他对每个人都一样的 供应一样的爱 你说神会不会说 因为你是艺人 所有给你太阳 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这个阴天 你不是艺人就不给你 我们今天事半不是唱云上的太阳 有一句话叫什么 太阳永远什么 不改变 是吧 不改变 那意思就是说 云上的太阳 这个太阳是什么 是像 不管是好人坏人 每天都有阳光过来 神对我们也是一样 对每个人都是爱均等的 他没有什么特别喜好 不偏颇人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神就是爱 神爱到我们这个地步 能够把他儿子当作羔羊 献上祭坛 为我们死流宝血 把我们的罪洗清 使我们跟神的关系 复合 和好 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神最大的恩典给我们 违背我们救恩 就在这里 那我们知道 爱在圣经里面有定义 爱 神的关系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来回应神 这么大的爱呢 我们看看 圣经里面怎么说的 OK 还有一个 还有一段 我们讲 这个哥林多前书再补充一句 第四三档 第四三节 我们请大家念一下好吧 第四档 第四三节 OK 所以这是把爱再彰显一次 我们信 忘 爱 这是一些很好的一个美德 但其中里面最大的还是爱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爱 有爱心 因为我们没有爱心 那就不会认识神 为什么没有爱心 就没有认识神 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 神是爱 那我们就不认识神 所以这是非常 很大的一个连结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如何来回应神这么的爱 我们在 我们在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既然神有这么的爱到我们身上来 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说的 这圣经是说 人若说我爱神 但不要爱这个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如果我们只关注世界上的事 不爱神的话 他意思是说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浮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在十一奉献 奉献也好等等 很多我们身边的事情 会让我们分心 我们辛苦赚了钱 我们会问说 为什么我们要奉献 我们辛苦赚了钱 为什么我们要当上十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好像说 你只要很爱世界 胜过爱神的话 那当然你心里就没有神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爱神 不能说只爱世界 所以有时候有人讲说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钱财就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不要爱世界 过于爱神 我们要爱神 但是当然你的孩子 当然父母还是爱了 这个也是下一章节要讲的 我们爱神 但不要贪念世界 那下一章节是什么呢 来 我们大家来念这个好了 好 这一章 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 请大家一起来念 好不好 这个道理逻辑很简单 你看得到弟兄姐妹 你看到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兄弟姐妹 你爱他 你看得到 然后你说 我只爱我弟兄姐妹 但是看不到神 你不爱他 那这个就不是完全的爱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们假如真正宣称我们爱神 必然我们会爱我们弟兄姐妹 那么教会里面 有爱 我们刚刚讲开头的时候 有爱 大家会感觉到教会的温暖 大家会长存教会 一起来服事神 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隔阂 那很多教会也有一些就是说 所谓的这位姊妹讲什么 讲这个夫妻之间叫做什么 哥哥哒哒还是什么 哥哥哒哒 对不对 教会弟兄姐妹 人性格本来是不一样 你难免会有一些这个什么 所谓的意见不合 所谓的看法不一 你当然会跟你比较亲近的朋友 藏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无可后悔的 但是重要的就是说 不要说教会里面要什么 要想这样 我只要跟某某人在一起 别的人我都不喜欢跟他合作 我是在教书 我对了课堂的学生讲 我也是这样讲 说你们现在要毕业了 到大学里面 不要以为说你身边的同学 跟大学到大学 还是你的左右同学 不见了 那你假如说我只要跟张三在一起 我跟理事不合 那真正在你工作的岗位上 很多都是小组一组做一个指定的工作 你不可能说我一个人独善其身 不跟人家来往 你不同意见的人 你要跟他一起合作 所以我一直鼓励他说 你越多朋友 越多朋友表示说你成功率越多 你可以得到朋友之间的资源更多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是说你要所谓的什么 做一个人人喜欢的人 当然我们不是说两面朝 风推两面朝 这个人张三说张三理事说理事 风推不是这样子 你要做一个随和的人 跟任何人都那个合得来 不要说我就是我 你不听从我就不是我累 这个不好 我鼓励他们 我的学生们就是说 你的大学里面要广结朋友 越的朋友支援你的话 你成功机会越好 这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以前在IBM上班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一种所谓的交际潮 我会讲是开玩笑的 他跟任何人都很好 一见面就谈起来了 我们哪天打高尔夫 所以他人缘非常好 他人缘好不久都当经理了 为什么 人缘好人家知道他 所以他这个竞争的机会就很多了 就很大 所以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跟人的关系要处得很好 我们讲说IQ跟EQ IQ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智商 智慧 EQ就是什么呢 人情 智慧 跟人际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EQ 在聪明的人 你估值一个人 机会不大 所以你要跟大家合在一起 教会也一样 不要说哎呀 你看不顺眼我 我看不顺眼我们来死不想往来 那就不是教会了 那就不是教会了 你要跟对立的人 跟意见不同的人 不管怎么样 就是所谓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不叫张胖李师 为什么叫弟兄姐妹呢 因为把你跟我的关系拉近 弟兄姐妹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是什么 你只要说我只爱弟兄姐妹 那你这个就很难讲说 你只爱弟兄姐妹 就不能表示说你看不见的神 你就是爱了 你要说连看不见的神 你都会爱祂的话 那你才能说 我知道我爱弟兄姐妹 我们要回应神 要这个意思 神是爱 但我们爱神的话 同样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个意思 所以圣经都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很容易明了 我说我们往下再看看 我们怎么样 看看神对我们的期望 神有什么爱 但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 所以在神对我们的期望之一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 祂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诫命 那个诫命是什么 请大家来看看 这个诫命是什么 来 我们一起念好了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既然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请各位跟你的邻居左右说 我爱你 神也爱你 神也爱你 所以这要有一个体会 神给我们讲说 不但神爱我们 也要大家彼此相爱 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之一 第二个呢 他说假定我们彼此相爱 那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这个是在 约翰福音第43章第35节 就假定说你彼此相爱的结果以后呢 那么大家都认为是 哦 你是基督徒啊 才有这么的爱心啊 所以就是表示什么 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教会 讲爱的教会 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 一个命令 要彼此相爱 OK 然后第二个 神期望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两段经文来写 一个是生命纪 生命是旧约圣经 然后第五章第十节 彼得前述第四章第十 第八节 生命纪第五章第十节 我们请弟兄来念 好吧 所以我们看看 神有这个应许 爱我守我诫命 你要守神的诫命 那神的慈爱就是永远不断的 千代当然就是不断的意思 然后呢 就是一定要神守的诫命 神的诫命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我们要知道 神是忌血的神 忌恶的神等等的 然后第二个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我们请姊妹一起来念好吗 爱很遮恩绝对的罪 你们听到没有 爱很遮恩绝对的罪是吧 你们听到这个雷纯是吧 雷纯姊妹说是吧 他的另外一半 吓他一跳 你休息一下好吧 这个我来刷 我来刷 这个 你说十几年都没有发生的事 他每过一年就发生 这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说很多爱 能够遮掩很多的什么 他以前不知道做的事情 大家知道怎么做 所以爱能够遮掩很多罪 所以我们要爱别人 爱自己 更要爱神 这个就是说 在教会里面神会祝福每位家庭 每位家庭 所以爱在这个教会里面 神我们对有这个期望 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 然后重要的要 彼此相爱以后 那很多这个爱 会把不由的罪遮掩过去 然后再来 神期望我们什么呢 期望我们 我们彼此相爱也爱神 然后呢 我也要 什么 也要把好处分享别人 要怎么样 要牧养教会 牧养群养 神也要牧养 所以这个是耶稣 在问彼得的一个对话之中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 这里提到耶稣有三次问他 第二次问他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他是谁 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 他问他说你爱我吗 那彼得一定回答说 主啊 是的 我知道 神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那耶稣对他怎么说呢 请问他 你要什么样 牧养我的养 所以彼得在耶稣 升天以后 真的在初代教会 他是十二使徒之一 也是大弟子 他就是开始组织这种 初代教会 在那里有牧养 很多这个群养 然后宣传主的救恩 在各地来宣传主的救恩 初代教会在《师徒行传》里面 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所以我们知道神有爱 我们怎么回应神 那神的期许是这些 那我们看看怎么样来把我们这个爱 来运用到我们的个人身上 还有教会身上 OK 我们看看 我们跟朋友 跟同学 跟夫妻 跟什么 这个父母亲 还有自己的子女 你讲话的话 就要注意你讲话的态度 跟语气 我们希望说 讲话要友善 而且细心地谈 要关心 要关注 不是说什么呢 不是说 死孩子 开始就咒诅了 讲话就要小心你的口吻 就是说友善 要什么 要关心 要关心 关心是什么意思呢 英文是mindful 一定要关心 要讲话 然后呢 中文提到说 孔老胡子是什么 棘手 这个更进一步了 棘手欲 必失欲人 这怎么说呢 你希望别人对你做什么 你就要对他做什么 你不是我不想做什么 所以你不要做什么 你希望他对你好 你要对他好 所以你喜欢别人对你做什么 你就首先要对别人先做什么 然后信任人 不要老是怀疑 信任人 然后呢 要保持希望 今天这个成绩 考到八十分 不到一百分 保持希望 不要你儿子跟你讲 妈咪 我今天成绩八十分 他本来希望你讲说 鼓励一下话 你说 丢脸死了 省他八十分 这个话千万不要讲 他说很好啊 不过你可以再进步 要讲正面的话 不要讲缓面的话 中国的父母金都是什么 妄子 妄女 是巴不得 一月上天 哪里有这种事 什么一月上天 你一个拿九十五分 就很棒很棒 美国的家庭是不是这样子 你拿个九十分 说 How great are you You are 你多棒啊 他不会可以讲火定的话 都会讲正面的话 所以要学习 不要导致错人的锐气 要学习 要讲正面鼓励的话 所以呢 我们要信任人 要保持希望 还有呢 就要怎么样 要爱人 然后呢 要心平气和 不要轻易花怒 这很重要 我每天在学习 容易动物不好 我也不是说 不生气的人 但是呢 你可以慢慢地 慢慢地就是说 调养嘛 不要随便地花脾气 你对人讲一句坏话 你十句好话都补不回来 你信不信 你讲一句坏话 你咒读一句话 严重的话 根本以后不理你 有十句好话都抓不回来 对你儿女一样 不要随便 动不默 动不默就是 伤他的自尊心 什么要鼓励 多鼓励 少责骂 当然是换作 还是要折罚 但是就是要 要厂 讲赏 还有折罚都要分明 然后要谦虚 做人要谦虚 不要说 事实上就是我会 别人都不会 没有这种事 神不缺你 不缺你一个人 说实在 神不缺任何一个人的教会 无事 不要说 只有我在 我才能做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好 我们再看看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学到的爱 运用到我们教会之中呢 那我们既然信神了 怎么办呢 我们常常要什么 定眼看耶稣 是吧 所以我们要定睛在耶稣之上 要仰望耶稣 然后每天要什么 读圣经 要祷告 有没有每天读圣经跟祷告 还是教会 我们现在读经每一个礼拜读多少多少你才开始读呢 我不晓得 就是你做参考 我不强迫你们 但是读经祷告 就是说多多时间 你换今天读多少多少 读多少每天都要 就是说花点时间 就是分别为圣 每天读经祷告 然后你要过一个敬虔正解的生活 远离罪恶 就是说 有些这位姐妹说 她老公回来 现在不会去 我不晓得有没有 出去外面应酬 或什么 在中国社会 台湾的社会 应酬就表示什么 表示有什么 喝酒 说不定还有什么 还有外遇 还有老三老四老五 就开始有了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过这种 这种这个什么 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 有什么你希望 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要怎么对人 你希望你老婆 有个老三老四老五吗 你不希望 说你自己也不要老三老四老五 同样道理 然后教会里面做个好童工 不要跟人家格格不入 老是说看人不顺眼 只有我会 老大都不好 我们要殷勤服侍我们的神 我知道很多 我以前在这个教会 看到有位先生 有位弟兄 每次吃完饭 或者不经时间 我看到他都是在掃地 我说这个真是很敬业 这个掃地 我都是这样 看到他我是这样 他都是自动自化 没有人要求 他就掃地 最近好像没看到 也许他翻签或什么 所以就是说 你要殷勤 每天服侍神 服侍神 牧养教会的信仰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刚刚提到 爱不分你 不要结党 不要分针 不要斗得你是我活 有我就没有你 有你就没有我 那什么叫教会 那不是教会 那是什么 那是打乱团体 不要这种 分党结真 看人都不顺眼 最差劲 讲闲话 后面讲一些闲话 油画 对面讲 执酒对决 不要结党 不要对抗 要互相支援 今天你生病 没问题 我上来 补上 然后呢 重要的 我们要爱神 要彼此相爱 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 很简单的一些 我们日常注意的 可以注意的事项 OK 那我们往下走 怎么不动 所以我们幻想看看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做一个 自己的幻醒 幻思看看 我心里面 还恨哪些人吗 有没有啊 我是不是喜欢成为 很顶尖的人 我喜欢站在高高的位置上 我不喜欢坐在扫地的位置上 撑厕所的位置上 捡垃圾的位置上 你只要住高高在堂 以前不是讲法利赛的人 喜欢坐在堂位 你是不是都是这种人 喜欢住高的堂位 不喜欢坐谦别 我是不是 我不知不觉得罪某弟兄 我需要跟他道歉 我姐妹 来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就讲出来 就是要和解 我们团队 释放组里面 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伴 好的伙伴 比如说我们讲这样好吧 我们这个团队 今天在敬拜诈美的四哥 我想每个人都会来 你是不是都很配合 还是说你常常是请假不来的 我不是讲这个团队 我是讲一个例子 我想你每个都很配合 是不是每个都是很好的伙伴 那再来你对人讲话 语气是不是很温柔 我不是想说你一定要讲到 这是好像第三下戏的 不要动不动就是粗暴口气 动不动就是踏马的 什么死孩子 混你的头 这些都不要讲 不要讲 讲一句坏话记得 十句好话都补不回来 我脾气是不是很不好 就是这样子 我脾气坏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要压制你的脾气 你就shut up 不要讲话 你脾气不好 别人脾气好吗 不要 这是个理 我脾气不好 然后呢 你脾气不好 能不能我愿意自己先赶贝 改变自己 老公和老婆 你要老公改变 还是要你自己先改变 自己先改变 你要老婆改变 还是要老公自己改变 老公自己先改变 你不要期待对方来改变 适应你 你自己先改变 Max 有道理吗 好 我们讲到 往后啦 再下一下 这张没有 OK 有个小分享 有个小分享 大家知道 不晓得你们 有的年纪轻的可能不知道 张学良将军 听过没有 听过 张学良将军后来被蒋介石软禁到台湾 大概一段时间了 后来他是相当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他最喜欢对别人讲的话是什么呢 叫爱神爱人 爱人如己 他喜欢讲这个话 有这个分享 他是爱人如己 他不到九十几岁 过来到 搬到美国 哈威尔 好像过世在哈威尔 台湾居住蛮久的 第二个故事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 前几天我看到新闻 就是中国内地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 我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 也许你可以帮助我 看到新闻是这样写的 她跟她爷爷住在一起 她父母亲已分了 她也养育她 照顾她 就是很港人的 很相当港人的故事 然后她爷爷生病 她生病也没有钱 她就打电话给她的爸爸妈妈 说你能不能给我五百块 她要带她爷爷去生病 去看病 她妈妈接着电话 她妈妈跟她爸爸离婚以后 就说你不要再找我 你们家的事不要再管我 把电话就挂了 她很伤心 她说我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 你们怎么这样对我 你知道结局是什么 自杀了 跳自杀 要有爱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想到的 很多人类 很多很奇怪的 父母亲生之容易 要养之 要尽责任 不是生了以后就花天酒地 弃儿弃女 要养大 好好养大 好好教养 生不是大事 养是很重要 所以很多以前的 什么东西呢 有人一句话就是说 养父养母的恩典 胜于生父生母 要养大 对 生父没有养那么大 这个对理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她是个女孩子 十五岁年轻 生命就不见了 第三个 北韩 你知道北韩吗 北朝鲜 北朝鲜很贫穷 她说 台湾有一个 慈祭 就是专门做 赈灾 在四川地震的时候 他也去中国内地 她到世界各地去做救灾 我们不是讲宗教 是救灾的行为 她到北韩 她看到北韩很封闭的 因为他们去那边救灾很多次 所以她当地的领导人让她进去 她说有看到一个家庭 龙城家庭 一个妇女怀孕 一个怀孕 桌子上只剩下半碗稀饭 我说 她问她 你怎么不吃饭啊 你这个该吃饭半碗稀饭 你知道那个怀孕的妇女怎么说的 说我希望把半碗稀饭 留给我在外面 辛苦工作的老公 回来有饭吃 很感人的故事 这么可怜 孕妇当然需要吃很多东西 她老公没有东西吃 在外面劳力工作 就为了半碗稀饭 她不舍不得吃 留给她老公吃 我希望这也是我们一些借境 都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该做的 我们要该做 不该做的 我们不要做 好了 我们结语就是说 结语就是说 神就是爱 我们要爱神爱人 你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就像张学良将军所说的 西安事变的 杨武成 然后最重要紧的是 彼此相爱 因为爱能够遮掩很多罪 所以今天这个神 从圣经里面跟你们教导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诗歌 叫做爱的真谛 有没有办法播音还是没有 有吗 可以播音一下吗 播音一下以后 然后我们就助导结束 我们可以唱一句 好 对 听说 一点 然后我们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凡是永不知心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接受重新上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弟兄姐妹常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OK 拜拜